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每个月就是从我这拿钱 然后到最后呢就是他直接就是给我建立了一个银行账户 然后每个月就是定期往他弟弟那个里面打钱 等于你每个月除了给他钱要给他弟弟钱是吧 对对对 一个月给弟弟留二钱啊 一千多块钱吧 每个月都打 对 你要求的 不是我要求都是他他自己愿意这样的 因为那时候我大二的时候我家里头确实条件不好 然后家里边就是说弟弟好不容易就喜欢艺术这方面 然后我也支持一下就是生活费让我自己想想办法 那时候我就想就有他嘛 他就觉得我每天出去兼职 好累呀 冬天那么冷 夏天又那么热 他就心疼我嘛 他说要不就这部分钱我就帮你一下 也帮一下你弟弟你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都是他自愿的我没有比我 他还有那个账户的事 是他一直给我然后我给我弟弟 我觉得太麻烦了呀 我弄了一个银行卡 我说你直接给他不就行了吗 就省的麻烦 这不是高考了吗 但是他高考结束了嘛 因为他家里困难嘛 他弟弟就是上大学这期间的费用 他现在还就是意思想跟我从我这儿拿 我没有想过要跟他拿 我说我高考结束之后 这大学的学费肯定得先背着呀 那我家里头肯定也不是说 全部都能支付他 那我这个当姐姐的有这个责任 去支付他一部分 没事可以国家那个贫困生贷款 到学校里去申请都没事不着急 学的什么专业呀艺术呢 我弟弟吗 画画的 那也是一高挑肺的专业 对 这是一件事啊 还有别的吗 他就是评师吧也特别真心 我什么事就是得宠着他得惯着他 他要是不开心了那就不行 那年就是过年回家了 本来过年那段时间就是我那个 这边也是淡季 我这边手头就是也周展不开 我爸妈都没舍得说让我带他们出去旅游 他就张怒着 就是他们家七大姑八大姨 满满一车人就是带着他们出去旅游 多少人啊 七八个人吧 去哪旅游啊 桂林那边 你知道吗 去之后就是我说晚上住宿吧 自个儿家人嘛 我当时手头也确实不方便 我说咱们住宿晚上住一百多块钱的 也可以住去吧 他非得就去 还要定个新级一点的那种酒店 这是干嘛呢 姑娘 我之前跟他商量好了 我说今天过年可不可以带我爸妈 出去稍微远一点地方去出去转一转 爸妈不就俩人吗 对啊 就爸妈呀 然后那时候过年嘛 家里边也有亲戚 然后就正好一块都过去了 过去之后我就想 我爸妈浓从人 一辈子根本没有想过什么福 我说就让我爸妈 稍微住个好一点地方 吃个好一点的饭 我没想到他是这样想的 真没想到这样想的 所以你心里现在是委屈的是吗 对 我挺委屈的呀 那那个费用是他只结了你爸妈的 还是所有亲戚的费用他都结了 因为我那些亲戚都知道 我男朋友挺有能力的 然后都是让他结的 哎呀 这姑娘呀 关键是我本来就是那段时间也紧张 咱们就是冲面子啊不该怎么样 咱们起码就是考虑一下当时的状况嘛 你同意只带他父母去是吧 对对对 你想到过七大姑八大爷都来了吗 我不是说就是花花钱 就是你起码你得为我考虑 对咱们就是现在经济状况考虑一下呀 男生的考虑点是 你看你不疼我 我可以这么做 咱们量力而行是吧 女生的考虑是 我爸妈都没出来 好不容易出来了 我们能不能享受更好一些 是这意思吧 好 还有别的吗 让你受不了 还有就是吧 我前段时间就是那个事 我偷一点闲钱 然后我说想着把这个区域往大扩充一下 然后我正好这事我就跟他说了 说了之后呢他就说是吧 那我家那个老家那个房子 正好也需要就是修一修了 要不咱们把这笔钱拿出来修一房子吧 咱们暂时先不扩充了 我说你家那房子就是也暂时用不着修吧 也先将就着 就是咱们等咱们以后扩充吧 把区域扩充一下多赚点钱 在这边买一套房子 搬发接过的住不一样吗 那他就不行 非得在那儿一直跟我闹 可是主持人 你听一下 我觉得在河北买房真的 你现在有这个能力吗 落脚的地方真的都没有 我家里边房子真的 有时候你们可能想象不到 就是农村那种房子 像下雨的时候真的会漏雨 我觉得我爸妈就跟我商量一下 那我现在我还没毕业 那我想帮一帮我能怎么 我就是跟你商量 我没逼你啊 我说你可以自己选择呀 那你是让我自己选择吗 整天给我拉拢个脸对吧 那我心里有事 那我能开心地笑起来吗 没事 你能开心地笑起来吗